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臣就绘制出京城百官升遷次许图 按照政绩大小 排出合理的升遷顺序 按照职位等级排出无能之辈 列出必须予以降级或者遣散的人员名单 以作参考 如此一来 朕倒是省心了 像这张图里 像这样的 就是按照顺序升迁 像那样的 就是不按照顺序升迁 像这样的呢 是按照公事办理 像这样的 是按照私情办理 对那些有能力 有政绩的官员 请皇上给他们升迁机会 以便形成全新的官场风气 提携贤能 抑制中庸 打击富贵 苗 苗啊 这张图里 许多官员 都是靠着裙带关系上来的 对于这些冗官 请皇上必须敬见 如今朝廷官员队伍庞大 人事任免 必须加大割信 凡爱卿 朕支持你 谢皇上 范仲淹 灰智百官图 就是直接抨击相爷 用人不当包藏私心呢 范仲淹正是此意 范仲淹现在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 以前还有个齐王能与其比肩 现在我看皇上心中只有一个范仲淹 盖格是得罪人的活儿啊 范仲淹越高调 齐王就越低调 齐王是大智若鱼知进退 动得明哲保身 范仲淹是大张旗鼓 风头太近啊 数欲敬而风不止 我们一再退让 却让他们风头欲胜 看来得及时做打算了 以前陆镇廷想利用范仲淹 一女红墙的自己 动摇皇上对范仲淹的信任 没能奏效啊 太后先世 皇上勤政雄心勃勃 她想变祖宗之法 我们的太平日子 也许不会久已漏 那我们就坐以待毙 眼见着范仲淹 打着改革的旗号 挥斥百官图 蒙蔽皇上 范仲淹是只老狐狸 看上去为人正直小心 很难落人口实 要想搬到她 比搬到叶昭 要难度大得多 不过 不过 相爷有妙计